嗨 我是肯恩 今天我们来开一下一台游戏手机 但是这台游戏手机很便宜 平常你会觉得它可不可以的哦 699Tekno Spark 20 Pro 主打顺滑游戏体验 Tekno这个brand在马来西亚可能就比较小众 甚至你没有听过 但是你没有听过不代表它不行的哦 像这台699块的游戏手机 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 最诚实的开箱家 Game Test 开始吧 开始之前先来教你们看一下买游戏手机 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点 第一个就是性能 本个主机的大主角 性能不行讲玩Game 玩不到游戏的话 今天这集基本上就可以不用拍手工了的啦 所以我们买游戏手机 有手机要看的就是处理器还有RAM 第二个就是屏幕尺寸 这样我们玩游戏肯定就是在越大的地方玩越好 为什么会在电视机会比电脑爽 为什么电脑又会比手机爽 就这样的原因哦 第三就是电池 持久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来算一下我们基本上一天玩Game的时间 分别为早餐后上厕所 午餐时间 休息时间的10分钟 还有晚餐后的时间 所以游戏手机的电池续航能力 一定要比一般手机更强才可以 这台就是马来西亚刚刚发布的 Tekno Spark 20 Pro 它只有两个价钱 一个就是699 8加256 另外一个加多100块 799 就有12加256版本 这个价位 还要叫自己游戏手机讲声 我也是怕怕 因为外面打正为游戏而生的手机打底 1000块起掉 再加上一个为顺滑游戏而生的话 至少 1500以上啊 699真的可以呗 这台手机的大屏幕 然后它用了打孔屏的前置镜头设计 支持最高120s的刷新率啦 整体外型上面哦 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或者说它没有什么太特殊 或者是高调的设计 作为一台手机来讲 它的设计就是 一台手机 but it's ok 今天它不是主打颜值嘛 因为 它有一个手机壳 你再美都看不到咯 镜头模组排位列 其实跟iPhone有点像 分别搭载108MP的主镜头 2MP的微距镜头 还有一颗AI镜头 背部材质还用了类似画面塑料板这样子 灯光照到下面是可以看到红线细纹的哦 手感 算舒服的 而且最大好处就是不留指纹啊 然后我手上拿到的这个是黑色版本 它其余还有水蓝色还有金色版 机身侧边用了钢琴烤漆边框 上下分别为双向喇叭设计 纯属方面呢 Spot 20 Pro就只有一个版本 就是256GB 而且它还搭载5000毫安的大电池 支持33万块充 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充50%啦 那重点来了啦 处理器 它用的是一个6nm工艺制成的 MediaTek Helio G99处理器啊 我上网是找一下资料的 这个G99虽然是定位入门啊 但是它是一颗以游戏体验为主的 轻旗舰处理芯片 它的安兔兔跑分其实也不低的哦 但是单看数据是不行的 我们要做就做真了 直接来实测GameTekes 看一下能还是不能呢 我这里其实倒入了蛮多游戏 但是我们今天只测5款分别 有经济类型的高画质RPG类型的 跑车类型的 还有一些很可爱风的一些联网游戏 首先讲一讲比较多人玩的Mobile Legend啊 整体游戏体验哦 确实可以以一个顺字来形容 它连招也不会断招 大团战的时候呢也是不会掉枕的 很多画面上的细节哦 还是有很好的去显示出来 即使是画面效果更加高的王者荣耀 它的游戏体验方面一样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我们来实测PUBG刺激啦 游戏体验依然是很顺畅啦 不过画质方面呢 就暴露了G99这个处理器的软肋 因为哦 画面设定里面最高只能够调到中等罢了 然后除了画质没有办法满足到玩家之外呢 其余像是操作流畅度啊 发热控制等等啊 想吃个火鸡晚餐还是ok的 第三个游戏我们来玩Aspark 9的这种跑车类 ok其实我觉得游戏导入时间啊 是算蛮快的 然后整个游戏玩起来也是很顺畅一下 老实在我一开始我觉得 Aspark 9这个游戏会难倒Aspark 20 Pro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意外出来是还不错的 很顺利一下 第四个就是今天游戏特色的终极大BOSS 原神啊 当然你们应该都知道哦 这个游戏对于硬件的要求是很苛刻的 那它整个情况呢 就有点像PUBG Mobile这样子 画质方面呢 只可以在最低的情况下面运行 稍微提升一点点 它就有点卡顿 而且还有一点少少发热 不是少少耶 有点明显的那个发热 最后一个我们来玩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联网小游戏 叫做Aggie Party 我刚才就这样子玩那种过关展这样的游戏 我是觉得整体是蛮顺的啦 然后也是没有卡顿的问题 然后整个游戏的画风是属于比较可爱 我觉得是OK的 OK 到了总结时间啦 今天的Tekno Spark 20 Pro 它的开箱测试哦 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它是有surprise到我的 称它为市面上最便宜的游戏手机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啦 那我今天开箱用的这一台呢 是799的12加256GB版本 在玩什么游戏上面 它都有一个蛮良好的体验 画质虽然没有办法做到最极致 但是在游戏顺畅度这方面 它是真的顺的哦 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帮到哦 想要买游戏手机 但是Budget又没有这样高的人啊 那这台Tekno Spark 20 Pro 已经在马来西亚正式开卖了啦 如果你们想要试玩一下再买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种各大经小商可以try一下 或者是Shopee Lazard也是可以买到啦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喜欢这个影片记得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不用分享咩 分享哦 分享